听我说一句 老鼠脱脱鞋 大了在后头 回去再说 被拱去当武林盟主 房路外向浓郁产品 韩国瑜不模糊焦点 无关拼经济问题 一路回去再说 而他一回到高雄 火力全开 那么这两天我也知道 民进党一直在修理我 批判我 说我们去中联办 就是要卖台 高雄市长能卖台吗 一下机韩国瑜立刻开炮 毫不客气痛批绿营的指控 真是莫名其妙 高雄市长去跟中联办 吃一顿饭带着老婆 带着市府官员 还有十几个高雄市议员陪同 然后这样这种状态之下 吃完饭喝完酒 准备卖台了吗 哪有卖台 跟那十个议员一起去卖台呢 所以民进党这一连串的 太无聊了 港澳行程 韩国瑜分别与 两地中联办主任参序 被民进党画上卖台阴谋等号 韩国瑜大动肝火 直说好好一趟卖菜卖鱼 卖水果 没想到还是要被无聊的政治扭曲 你看我们的眼睛 看我们的表情 我们这六间非常疲倦 就是要帮基层的农产品 鱼产品找通路 这个卖台有什么关系 高雄市长可以卖台 屏东县长能不能卖台 台南市长能不能卖台 澎湖县长能不能卖台 也完全胡说八道 越说越火大 韩国瑜也直拍开呛 民进党如果有能力 三年就把经济搞好 让台湾欣欣向荣 他绝对挺绿 痛疲民进党只会扯后腿 实在是不舍失福团队的辛苦 竟要被无止尽的抹黑抹红 记者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ison Cür fire 起来 米niejsze 融赞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